南非总统拉玛福萨确认感染了新冠 而且呢在他确诊之前啊 他还出访了西非四个国家 那也就是现在并不知道 和拉玛福萨有过接触的其他几国家领导人 会不会也不幸中招呢 大家好 我是时事评论员吴雪岚 欢迎您收看无关大局 年底很快就到了啊 年底呢是节日扎堆的 尤其对西方国家来说呢 首先是有他们最喜欢过的 很热闹的圣诞节 然后就是新年 但是今年这个节日期间啊 我相信大家可千万不要乐极生悲啊 这杯就是不要有大规模的聚集 不要不记得防疫的那些规定 就去嗨皮了 因为最新呢 南非总统拉玛福萨都已经确诊了新冠 我想这也是给世界提个醒 就是这个讨厌的新冠病毒啊 他依然潜伏在世界上各个角落 而且最近呢 英国媒体呢 也在敲打他们的国家领导人 最近英媒呢 是不断的爆出啊 首相约翰逊 在去年圣诞期间呢 是违反防疫政策 他不戴口罩 就去参加一些的圣诞party 目前英国的新冠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这个防疫级别呢 已经升到了四级 也就是比之前要更严一些 但是我们也知道啊 西方老百姓他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一过几节来就忘了啊 什么新冠啊 什么这个社交距离啊 对不起 我是过节第一 尤其像西关疫情困扰世界各国已经两年了 对吧 大家也真是很憋屈 就想去欢乐一下 但是欢乐的时候呢 往往病毒也很欢乐呀 他就趁虚而入 虽然说现在西方国家呢 手里有很多的这个疫苗 但是呢 他们还是有一些老百姓啊 并不是那么信任疫苗 所以接种疫苗的镜头和积极度还是不够 哎呀 所以最近呢 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也出来就说 大家一定去接种这个第三针加强针吧 因为呢 恐怕奥密克戎现在是最狡猾的新冠病毒 它能够会有一些逃逸通道 那么如果你只打两针 大概都不够了 那快把第三针打上吧 还可以勾针 也就是说你前两针打一种疫苗 第三针你换一种 就是尽可能的 把这个奥密克戎呢 防在您的身体之外 我想这也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因为西方也很难实行很严格的一种社交距离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严格的这种防疫措施 毕竟嘛 他们国情是那样的 老百姓的性格是那样的 而且呢 这疫情拖的时间也长了 老百姓神经比较麻痹啊 这个客观因素也是存在的 所以现在就指望能够啊 大家快快去打加强针 然后呢 让这免疫屏障 真的能给它树立起来 那就好吧 这次是奥密克戎 下次还不定有什么样的新型的变种病毒 都把它们排在人体之外 最好也是关在这个国家之外 毕竟现在这疫情啊 已经给世界的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今年的损失据说是2万亿美元以上 这仅仅是一个旅游业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业呢 所以如果各个国家对防疫的态度 还是那样的不认真不作为的话 他们国家的经济 以及他们的可持续发展就成问题了 因此疫苗应该是成为全球公共产品 而且各国应该携手同心共同抗疫 因为在疫情面前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待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